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三九今年才开始 所以大概也只有六个月多了 我孩子今年是六年级 他在三三九从一年级开始 就到现在 他现在是三年级 在三三九到从一年 到从幼稚园就已经进来加起班了 成绩跟性格上 我先讲性格上 性格上在进入之前 不怎么手机 因为不经常他们 比较有套完成的系统 叫他们做什么 然后应该要怎么样 怎么学习啊 或者功课什么等 之前他们就没有这种概念 那么进来之后 他们会有这种概念 那么成绩上 当然有所进步 有进步的就是说 他们在系统能力方面 往往就会 比如说 老师有教 然后有时候我问他是哪里 他讲是补习的 那往往在补习方面的 知道的东西 会比学校的比较多一些 感觉到啦 就是放了这个补习班之后 我就不用去操心他的功课了 就是 放学回去 会跟他一起在温习功课的时候 他的功课都做好了 孩子 变成一个责任性 就是说 好像 他会有一个宗旨说 他要努力学习 就算是他生病 早上没有去到学校的话 他下午也是会炒药啦 这边有朋友啦 老师也是很喜欢这边的老师 这样子 嗯 他会开心咯 在这边 大喊 嗯 功课就 比较 赶得上啦 那么 回去也比较 自力一点啦 会帮忙做一点的 我们家务啦 因为他们这边 每次中午吃饭过后 大概可以帮忙自己洗 所以过后 大概回家都会帮忙一下 嗯 他的成绩有进步啦 讲真的啦 因为我这个女儿 他人会比较的懒散一点 所以他来了这边 老师会鼓励他 会教导他 会好像会 推动他去做一样东西这样 然后我们家长 如果有什么 孩子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会直接跟老师沟通 那种影响 可是有什么东西 他只是说 你会把自己资源做的 你会帮忙吗 你会把自己资源做的 什么事 你会帮忙 你会把自己资源做的 你会把自己资源做的 我把自己资源做的 我把自己资源做的 孩子在这边也开朗很多 就是回去会分享在这边啊 老师是怎样跟他母亲 然后功课不会 会问谁这样子 如果他真的是不会回到家 如果我不会的话 我欣喜老师他们也是会教我 就是还是会去理会 会说好像 换工就不会去理会 他们还是会你问什么 就答什么这样子 有一个责任性啦这样子 负责任 有校友 也会去研究每个 学生的喜好 来教的 因为我孩子其实是蛮难教的 所以说法我现在看到的是 他是有进步 而且早期 他每次会说偷懒 一两个功能他不做 现在大概都有做到 是好 很好啊 这个博士做些很好 他的环境很好很干净 很舒服 然后老师们也很 很努力很 很合作啦很帮助啦 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父母有什么问题的话 孩子有什么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会跟老师沟通 老师会直接跟我们讲 会怎么做 然后有什么事情 万一在学校有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老师有发 我们的孩子啊 或者什么 他会直接跟我们家长讲 就是说有沟通啦 所以这个博士中心是很好 三三九给我的印象是不错 因为 他给我一个印象最好的就是 他在书身 然后这些都很安全 这个我就很满意 因为他在书孩子啊 他的车一定是停在校门口外面 孩子是会过忙碌 也没有走远路 然后他上下楼梯啊 都很有次序 排队一个一个走上去 老师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这个的次序方面我就很安心 功课方面 他们老师也都ok啦 因为 我们父母做工行 重点就是说 孩子教给你 学校功课很重要 一定要做 他随着说法 我儿子的功课 在三三九那边 他都有给他做了 回家我就不用担心 其他的都不错啦 然后成绩就是我刚才讲过 他当时都maintain就 也没有说考得很差啊 因为我的要性也不高啦 只要他maintain就就好了 没有变化就好了 他妈妈 他妈妈 是后两个人 他对她俩吗 他妈妈 他妈妈 会来跟她说 他们都不仅心 수를问她 我妈妈 他妈妈 他爸妈 他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